人活在世上, 總有天看見 滿夜燦爛飯盛鮮 月主同行, 關切人群 成就各個大能恥福經萬世 恩與同路人 歡迎大家來到恩與同路人的節目 我是恩與同工Grace 虛 今天我請來了Clara鄧善儀 來分享她的信仰經歷 以及分享神如何救她, 醫她 歡迎你Clara 謝謝你Grace 大家好 我知道今天你可以坐在女神室 我覺得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因為你所經歷的病 神是很神奇地 讓你很快康復, 亦讓你有能力去經過 不如你講一下你的抗癌 特別是Best Cancer 這個歷程 以及你如何發現自己有事 你家人 教會的人 如何支持你 我在2022年 去年的8月 自己摸到乳房有個硬塊 當時當然很害怕 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我立即打電話 去預先預約 就告訴她 我摸到有些異物 很感謝主 第二天 她已經安排我做Memogram 做了Memogram之後 她發現有兩粒腫瘤 一粒是1.7cm 另一粒是0.7mm 之後 第二天 就很快安排我做超音波 最後就安排了我18月17日 做Biobsy 就是活檢抽取組織出來 直接用一支窗 打進樓 然後用了Marker Mark住那個位置 手術醫生就會 Base on Marker的位置 而去做手術 其實那時我也有點擔心 因為我媽媽以前曾經患過乳癌 我都在想 哎呀不知道會不會是我 這次 在8月26日 經過家庭醫生 確診了 說我是乳癌 證實了 需要轉介我 去做專科手術 第二天 我起床的時候 我吃了一個午餐 我突然想起 我看過一張海報 是單張說 是一個報道會 那個報道會 原來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個教會 我在那裡住了這麼多年 我都不知道會有這個教會 於是 神的帶領之下 我就自己去了那個教會 原來那個教會 竟然的主題叫做不要怕 在報道會裡面 很多的姊妹在上台 分享他們的病 如何和癌病去抗爭 神去醫治他們 當日 我還遇到一個姊妹 當時她是有癌症的 原來她是胸癌症的 她跟我說 她說不用怕 我們有神在 什麼都不怕 她那一晚 就馬上打電話給我 她說 Clara 我們出來 逛逛公園 她說 我想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 原來她想介紹一個醫生給我認識 我覺得 神啊 帶這個好像是天使 來安慰我 安撫我的心 那天之後 我真的很平靜下來 在9月28日 我的專科醫生 就說 安排了跟我做手術 在9月28日 那個手術 我們 基於你上次做的活檢 抽取組織的位置 我們在那裡 只是替你做手術割的部分 那她割完之後 我們回去見醫生 很可惜她說 那個報告 切了一些組織出來 就發現 還有很多小小的癌細胞 所以醫生 就打算再做多一次手術 她說 這次不行了 我們一定要做這個 預防全切手術 我相信是神比智慧 這個醫生做這個手術 為什麼呢 因為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這個醫生自己也很兇了 因為為什麼呢 報告顯示出來 我的預防裡面 原來有一個 埋藏了98mm 相等於一個4吋的橙 她說 是Memogram 竟然照不出來 那醫生也解釋不了 我問她 為什麼Memogram 照不出來 她也解釋不了給我聽 她說 錯誤了 我說這麼大的樓 錯誤了 反而那些小顆 你照得出來 這個機器也照不出來 唯有是神才知道 所以我覺得 這次我第二次手術 是神的作為 這次手術 醫生也說 如果我這次沒有跟你做第二次手術 你會編兩年 我保證你會復發 因為癌碎包已經在那裡 只不過她 是未曾變惡 沒有人可以解釋 所以我覺得 是神的幫助 看到神在我身上 救了我一次 醫生決定了 做完手術之後 要轉介我去做化療 化療療程 醫生說總共要做八次 頭那四次是用一種藥 後面那四次是用另外的新藥 在做完第一個星期的化療程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痛 或者不吐 也會不舒服 但我竟然沒有 我還在跟我姐妹聊天 當時做完化療第一個星期後 她問我 你的頭髮 因為她是做護士長 她說 Akara 你的頭髮脫了沒有 我說 還沒有 同時 我用手擦一下頭髮 竟然我的手是一堆頭髮出來了 嚇到我說 這是什麼 我再擦一次 又一堆頭髮 我說不行了不行了 我不會跟你說電話 我要去洗頭 我打算洗頭洗掉 誰知道我在洗頭的期間 我脫了的頭髮 和沒有脫的頭髮 都打了裂 一塊 我直接下很多護髮素 都幫不了我 於是說不行了 我要拿把剪刀 我剪了裂 剪了之後 我看浴缸 整個浴缸 滿了頭髮 然後我說不行了 我要吹頭 我一邊吹頭 頭髮一邊向著風 一邊這樣去 我女兒當時去完街回來 他說媽媽 你為什麼脫掉你的頭髮 我說我不是脫掉的 我說她是自己脫掉的 於是我吹完頭髮 我有80%以上的頭髮 我老公和我女兒 他們立刻在哭 她說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你這個樣子 你老了很多的樣子 因為你的頭髮有一些頂著 一些也不頂著 他們兩個就在哭 我說你們不用哭 我還要安慰他們 你說神的力量多大 如果我沒有神 在我與我同在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頭髮 我會很害怕 我會哭 我會不知怎麼辦 會很憂慮 其實我那天 那晚的心情是很平靜的 平靜到 我都知道我會脫掉的 所以我沒有擔憂 那樣子 脫掉頭髮 我覺得會生出來 我說還要哄他們兩個 我說不用擔心 我說 好吧 既然我這個樣子 你們不喜歡看到 即是害怕 他們第二天 就帶我去我髮型師 剃光了頭髮 癌病的護理 裡面有一個賣假髮的地方 他們就說 不如買個假髮 起碼你會好一點 外出也方便一點 過了第一個療程 然後繼續下 我做到第三個療程的時候 我的腳趾是腫了 腫到我好痛 我連走也痛 然後我的腳甲是黑色的 全部黑色 醫生說 你拍照給我看 我拍照給他看 他都說 嘩 你要馬上來見我 Clara 因為你之前有個 spinal cord injury 我不想你 有什麼東西 令到你 傷害了你的癌 所以他就叫停 他說 我們這次第四次療程 我們不做 我們直接跳去第五次療程 即是用新藥 在這個新藥的問題的時候 就很多了 因為他說要調四個小時 這個第二次新藥 因為他的藥是加重了 那我就在想 咦 四個小時那麼長 我在做什麼 那我不如傳福音 我帶我的織帽子去 於是我就求神 我說神 如果你覺得我做這個事工 是合乎你的心意的 我請神給我一個好的健康 因為做化療 我知道我不是容易的事 因為我的手是一定要用來織的 織帽子 織帽子 所以我希望神可以給我一對手 起碼 在化療當中 我也可以繼續織帽子 於是神真的對我很好 做到第三次化療 是因為醫生喊停 否則我其實是吃得睡得 因為醫生喊停的藥 我一粒也不用吃 因為他的藥 會令你的嘴巴很容易爛 他們說是不能吃東西 我跟醫生說 醫生開了一隻叫做 Magic Wash 我拿完一次而已 以後不用拿 然後我就沒有再口痛的情況 所以既然神給了我的精神 我當然要履行我的職責 職務 我自己弄了一個hand tag 寫著Jesus love you 在前面 後面寫著我的email address 如果想找我可以找到我 我帶了一些宣傳單章 打算是送給那些癌病病人 Clara 我想問 剛才你說過 你有職務的嗜好 你為何會用職務去傳福音 其實我在去年年初 加入了一個團契 我們教會的團契 叫做尼希米 這個團契 他們長期有一個燈塔士工的侍奉 專門織些帽子給Lighthouse 但因為他們在這裏 呼籲多些人織 因為他們長期要很多帽子 當時我記得 林牧師來到我們那裏說 他們是靠著長期送這些帽子給海員 每一次船拍案 他們都會帶福音單章 和帽子向海員傳福音 他們的船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很多時候在船上很大風 所以海員很喜歡帶帽子 我師母會在每一個帽子 會製造一個帽子 寫著Jesus love you 送給他們海員 那些海員是很喜歡的 在那時候我聽到這個呼籲之後 我告訴你 你真的不相信 我其實是不會織帽子的 是勾的 我很喜歡勾的東西 勾花 我不會織帽子 我問林牧師我可不可以勾 因為沒有那麼多彈力 會適合不同的頭型 他們有要求的尺寸 要求一定要織帽子 於是我先學一下 學完之後 我就織了出來給他們 一直織到現在 我一直都會見到 見到人說 想不想學織帽子 我教你 所以我們有一班 叫做Nitting Buddy 是很開心的 一起去做這個事奉 所以都很感恩 你又可以用這個想法 自己當他遇到一些新的人 未信的人 你又可以透過織帽子 或者送這個帽子 讓他們向他們傳福音 為此感謝神 從心靈上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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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開心的 我心知道 全天世上萬人 從心靈上我方 無 programmers 從心靈上我方 從心靈上我方 全天世上万人 第五次化療 進去試新藥的時候 裡面的房間有四個病人 還有家屬可以一起坐 剛巧在我身旁的病人 他是一個年老的白人男人 太太陪了他來做化療 病人是有腸癌的 我問他的太太 我問他在冬天的時候 你老公戴帽子嗎 因為冬天外面是冷的 我老公很喜歡戴帽子 於是我就拿出我的帽子 我有些帽子想送給他 他說你的帽子很漂亮 他說多少錢我可不可以幫你賣 我說我不是來賣帽子 我說我想你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他是怎樣愛我們的世人 我很想關心我們的癌病痛療人 所以我就刻意積一些帽子 送給他們 因為他們要脫頭髮 或者冬天他們不想冷清頭 所以他選了帽子給他的老公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Clara 其實我剛剛也有癌癌 我有癌癌 他說我可不可以要頂帽子 我說當然可以 我說我分享我的經歷 和我分享我的見證 我很記得那天是2月14日的情人節 聊聊聊天後 會編7分鐘 那種新藥 因為他是打入血管 我會編7個小時 我的胸口突然間 心跳很速 跳得很快 血壓不停飆 飆上去 氣管一路收窄 我開始呼吸困難 我開始說不出話 立刻呼求我 呼求天父爸爸 快點救我 救我天父爸爸 之後我就可以再開聲 嘩 接著那些醫生和護士 進來這個房間 全部人都趕走 幫我做急救 做完急救之後 因為我老公走開了 那段時間 他就收到一個訊息 說現在要轉介我 去VGH emergency 我老公聽到很擔心 他就通知我女兒 我女兒和我老公 來到 又是哭了 我又很擔心你 我說不需要擔心 我又要安慮他們 轉頭 這個經歷 在神 如何拯救我回來 我才能感受到 我心裡 很平靜 那段時間 搶救完之後 我完全沒有害怕 我在急症室的床 我突然收到一個電郵 很感恩 原來剛才那個白人女子 她電郵給我 她說Clara 她說 很感謝你 介紹我認識你的神 我在跟你聊天 我看到你的神 真的與你同在 我簡直是Hallelujah 感謝主 是很大的激勵給我 原來我這樣傳福音 原來真的有效 是會找回我的 是會找我和我聊天 所以現在 我們一直在電郵 那裡 大家都在聯絡溝通 Klara 聽完你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很難得 你有神的平安在你裡面 還有 其實花療期間 所有的副作用 你都沒有害怕 甚至可以安慰身邊的人 你的家人 你能夠將神 在你身上的大能 真的顯出 但是最神奇的就是 你可以繼續傳福音 其實你的動力在哪裡 為什麼你信得這麼真 所以我就想看看 其實你不是信了主很久 還是你只是 好像你剛才說 你去過報道會 就是去年 說下去 那晚又發生什麼事 你簡直是入了Emergence 是的 我簡直入了Emergence 因為有時 若密敏感 他隨時突然會回復 所以他才要傳我去Emergence 那晚我很記得 我六點鐘回到家 那七點鐘就要上 Pester Peter的基督生平 因為我每逢上任何的課 我都不會缺席 因為我是很尋求神的 那Pester Peter 和我們其他的講員 和同學就說 Kera 我跟他們分享我剛剛的經歷 他們說 為什麼你好像沒事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精神 我是很感恩 因為神給了我的力量 真的安慰到我的心 我完全沒有擔心過我的病 所以我才沒有痛楚 因為有時如果你是在擔心 擔心想 又沒有神的幫助 我覺得是會很難熬過這段日子 那我當然 那晚上上完課之後 藥物敏感 醫生就說 今次化療是失敗的 我們就要再安排一種新藥給你 他說今次的新藥 就不用吊四個小時 只吊半個小時 但是這藥是很濃縮的 亦有很多副作用 他說你要留意著 你回到家 你有什麼副作用 要通知我們 要打電話給我們 那天我做完化療之後 過了一天之後 第二天我要上Pastor Janice 那個靈命塑造的課程 我進了Zoom的教室 那我就沒有打電話 因為我根本都打電話 我動不了 我整個乌公蝦米 我痛到那些刀不停插著我 我真的很痛 但我又不想 Miss Pastor Janice 這個課程 她們都說 Clara呢 為何不見Clara的樣子 我真的要不打電話 因為我現在動不了 她馬上叫弟兄姊妹為我祈禱 還有我想去這個課程 學習到 她的練習中 她說 將吸入耶穌基督對你的愛 然後你敷出身體的重淡和憂愁 就像別人做meditation 然後再吸入耶穌基督對你的恩典 呼出你身體的重淡和痛楚 那一路用這個呼吸練習 很神奇地 我做完這個練習之後 咦? 胸口已經沒有刀插的感覺 那我立刻可以坐起來 再打開樣子 她們說 Cara你沒事了? 我說真的沒事了 不知為何這麼神奇 我是真的 以後 在那個呼吸訓練之後 我就沒有再有刀插的感覺 真的 很神奇 說出來我自己也不相信 為何會這麼神奇 是沒有了那個痛楚呢 但是我其他的關節都痛 但是最痛那個被刀插的那個 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 我覺得教會有這些練習給我們 其實真的很好 還有我們教會、團契 是不停地為我代討的 所以我才可以好得這麼快 還有我老公、我女兒輪流 她們一直都支持著我 所以我看到肥立比書 四章六至七節 就說 應當一無掛淚 只要犯藉著討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有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的心懷意念 神所賓 應當一無掛淚 拋在心頭的淡 凡事跡著討告 盡數心意 神在聽 應當一無掛淚 主的恩恥不變 危難亦在看顧 將我伴我走過 將我伴我走過 上帝的祝福一代 眾事已難應必越過 讓往生 今天不再驚訝 哈哈哈哈 面對戰途迷離不停 讓我祈求信心到過 靠著神 每日面對挑戰 事實上 我在Claire的身上 真的看到神所賜給人 出人意外的平安 其實保羅同樣 前書 前書 後書 四章十六節 安慰我們 所以我們不喪膽 我們真的不要害怕 所有信耶穌 甚至經歷過病痛的人 都不要害怕 我們的愛體 雖然毀壞 你脫頭髮 你這麼痛 針插 但我們的內心 卻一天 神似一天 我很喜歡你說 我們吸入耶穌的愛 呼出我們身體的重疊 我希望身邊的聽動 當你聽到Claire 她這上半節 跟我們分享 她面對化療 面對手術 所有的後悔症 她如何靠著神去得勝 甚至傳福音 去鼓勵其他人 Claire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是怎樣信耶穌 誰帶你信耶穌 是幾年前的 我其實是十五年前 我女兒的同學 媽媽 他們全家都是基督徒 她就帶了我回教會 不只是帶我一個 帶我女兒 我老公 那時候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每一次 我老公都會回主日河 我女兒又會回Avana 他們其實是很開心的 為什麼我們會離開了教會 因為我們家裡的老人家 她跌倒了膝蓋 她就打電話跟我說 她說Claire 我們是不信耶穌的 她說你千萬不要帶我老公和女兒去回教會 因為我這次跌倒了膝蓋 就為你受了這一劫 如果我有什麼事 你也不想見到 所以我就迫不可以去教會 真的完全離開了神 即是說家裡的老人家都給你壓力 其實很多時候 當我女兒信耶穌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壓力 有這樣的難助 那你怎樣去克服呢 其實我當時 同學的媽媽 她很好 她幫我缺了智 但我心裡 因為我自己又很忙 心裡完全是不信神的 我妹妹都說她要傳了十年福音給我 才相信 我是完全太忙 而且太多事情要兼顧 她們是忙得很暴躁 經常都發脾氣 又回不了家裡煮飯 因為公司太忙 又照顧不了家裡那麼多 所以很多事情都會埋怨 不算了 不回教會就不回教會 所以我們就離開了 為什麼離開了 又帶我回來呢 就是在2021年 因為家人的原因 她們說想我陪她們回教會 那我就回了教會 因為我先生 她有第一次婚姻 她的女兒就說 要跟老公有矛盾 那我就說 不如我們四個回教會 那時候很開心 四個天天就回英文教會 因為她們不太懂得聽中文 我老公也在這裡出生 所以她根本不太懂得中文 所以我們四個人 就回英文教會 每個星期日 風雨不改 那時候很開心 到差不多三四個月左右 我老公就跟我說 其實我真的不想再去教會 因為她說我聽到我想睡覺 但是我都會鼓勵她 你回吧 你回吧 真的好過不回 那我說 你也要支持一下 Elizabeth的女兒 然後她說 好吧 那你回吧 叫我回 我說OK 那女兒就介紹了我去 在拉加宣導會 他們有個Alpha班 啟發課程 我問我 對我 我什麼都不懂 因為我當時是完全不知道 神是怎樣 是什麼 聖經我一點都沒有讀過 我學了這個啟發課程之後 我有個心去尋求神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很想找到他回來 給我看 是不是你真的與我同在 所以我的心是很尋求神的 在那段時間 今天 剛才我聽你的分享 你真的跟神很親密 但真的沒有想過 在開始的時候 你好像是被迫 去 不如回吧 回吧 我又想問一下 其實 我曾經說過 你是神兩次出手教你 是的 其實你是否還是 剛剛回到教會的一段時間 你又有另一個身體上的創傷 其實那時我還沒有回到教會 是還沒有相信耶穌基督的 那時是2012年 我在公司那裡 因為那天很忙 我們做婚紗 我的助理 他拿著婚紗就跌落地 我剛剛踩了下去 一聲跌落地 我簡直是感覺到 在我腰底下 那些電 好像觸電一樣 落到我腳趾弓 我起不了身 我動不了 那些客人說 要不要扶你起來 我真的起不了身 原來我起了身之後 我繼續去做事 我沒有想過 我要去Emergency 我又痛了 因為跌倒之後 腰骨很痛 我有一個朋友 他又說 我也是 我看到報紙 有一個法會 他們說 可以幫別人 醫治脊椎的問題 他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那好吧 一起來試一下 反正都是醫治的 這樣 於是我和朋友一起去 去到那時候 當晚 我記得 我們坐在中間 那些法事的人 圍繞在四邊 他會說到 我現在來到你的脊椎 我真的感覺到他在動 他的脊椎正在動 那晚很累 回到家 睡了 睡了 睡一覺 中間 我感覺到有些東西 在牆上走出來 好像水母 是很好的 是轉一下轉一下 轉到我頭 然後 我的腳 就不停地向上 踢踢踢踢踢踢踢 我心裡 還不知道是什麼 我心裡 還在醫治 我回到家 還在醫治 我第一天 打電話問我的朋友 我問 李聰縣那裡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 李聰縣那裡 他說 是呀 昨晚我洗澡的時候 我在浴缸那裡 看見我腳趾功 有個鑽石 有腳的 就跑出來走走走走走走 就走到牆上 我們兩人都以為 難道是在醫治我們 直至我和我妹妹說 我妹妹說 不行了 你真的不要再去 這些是撒旦的迷惑 他是邪靈的迷惑 他說不行 我現在立刻和你祈禱 你千萬一定要跟著我祈禱 於是在電話裡面 他帶領著我祈禱 祈禱完之後 他收線 他就抹一碗 打開碗櫃 打開碗櫃 見到康寧的碟自己在碎了 碎了 當時我妹妹很害怕 她說怎麼會這樣 她就跟牧師說 因為我們屬基督的人 邪靈是不能幫助我們的身體 所以她就找那些死物去發洩 但我妹妹當時沒有告訴我這件事 我還繼續去 我還不知道死 直到那一天 我就在看一本他們的書 就講教我們怎樣去做那些打坐 那突然間 做法事的大法師 就走到我身邊 他問我你來做什麼 我說我來醫治 我說我的腰這麼痛 他說我現在醫治來 他就在發功 然後很多人圍著過來看 他在我後面 在發 問我有沒有感覺 我說沒有 他說我再來一次 第二次發功 然後越來越多人圍著過來 他就在發功 我說我還沒有感覺 然後第三次發功 他第三次發功 真的不行了 太多人圍著過來 於是我就說 有了有了 有感覺了 其實我心裡 就在想 難道我們屬神的人 他這些邪靈是不能進來 我們的身體去醫治 或者做任何的法事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 因為我知道 耶穌基督帶我去看清楚 原來這裡是邪靈的誘惑 於是我就沒有再去 其實你的經歷 對我們有很大的齊省 因為聖靈已經在我們身上 他就在保護我們 我有一句經文 也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聖經裡 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節 耶穌就對他們說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因為耶穌上一節 你已經說過 他如何拯救你 醫治你 特別是那次的手術 花療的果效 甚至急急那次的心痛 神也是醫治你 最後你這個腿骨 神是如何醫治你的 唉 我要做一個手術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天早 2012年11月 我有一天早上 我起床要去廁所 我失禁 不能在小便 我立即打電話 給護士線 他說你要立即進入 因為原來 你失禁了 一段時間 他不會回來的 你一輩子就要帶著 尿袋 或者每一次都要用尿片 我當然不想這樣 立即要去醫院 去到醫院 他急症室立即收了我進去 起初他都以為我患了一種 叫做Multiple cirrhosis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叫做MS 那是一個菌 它是不會離開的 它是一路一路 蠶食 即是你的 immune system 你會斷手斷腳 或者你會致死 很感恩 原來我不是 做了MRI之後 原來我是spinal cord injury 如果spinal cord injury 跟MS 我是很少疑科 醫生就說 你有三個 area fracture 我們現在 就要做最緊急的那個 我的spine 人家是直的 我的spine 我已經是好像 起了個角 醫生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跟你做一個很緊急的手術 他就安排做 但是我一直是見著這個醫生 還有我知道他是很厲害的一個醫生 因為很多醫師跟我說 如果我有spinal cord injury 我會選擇這個醫生 然後醫生突然跟我說 他就說 我要安排你明天做手術 我已經在急症了 他說 明天不是我的手術日 你知道做手術的醫生 他有一個手術日 他說 我不可以跟你做手術 我要找另外一個醫生跟你做 我說 那個醫生我未見過 我沒有信心 我說醫生我可不可以等你做你的手術日 你才幫我做 我不再相信另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 原來是天使 他說 Clara 我為了你 我調我的手術日 嘩 真的很感恩 原來神一直都是 眷顧著我的 我覺得 他可以轉他的手術日 因為為了我 我說 我很感恩 我說 我還跟他說笑 如果你們有衣服 你拿給我 我幫你改衣服 醫生就說 你先不要說改衣服 我最重要是先醫治你 跟他說笑 輕鬆一下 不要太大壓力 他說 這個手術 要做三個半小時 我老公很緊張 因為始終是大陣 他坐在外面等了很久 等著等著 過了三個半小時 還未出來 終於最後做了九個半小時 原來 在這個過程中 醫生和我老公說 原來你的太太 是停止呼吸的 你想想 我開了背部 已經開了 怎樣去做 急救 怎樣去做 所以他們是救得我很辛苦 我就說 為什麼 做完手術後 我被很多光 很多顏色的光 殘醒了我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一直都沒有理會 我以為是燈 我妹妹告訴我 原來 她那時 是整個教會 我妹妹在拉斯維加斯 她說她整個教會 在我做手術的期間 是為我祷告的 為我代祷 是神聽她們的祷告 她說你看到這個 是五色彩環 是神 是神的光 可能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上天堂 也不知道 因為看到這麼多光 所以神是一次出手 在死任有局救回我 九個半小時 不是容易的 醫生也很難捱 我見到 將來醫生 一早來 他正常來傷風 流鼻水 因為他很辛苦地救我 我做完那次手術之後 從腰以下 我的神經全都被傷害了 我無法走路 我以為是坦了 因為我 雙腳是麻的 感覺是很弱的 感覺不到很多東西 我在ICU住了一個月 然後在醫院住了三個月 就傳送了我去一個叫做 Rehab Center GF Strong 過了去 那時候我還是要在屁股 吊著我 下床 去哪裏 去廁所都要用屁股 抽起我的人去廁所 我完全下不了地 因為我下不了路 那很感恩 即是 阿神 他一直都在眷顧著我 他 他 給我信心 我試落地走 我是用 Walker 推一下 慢慢 推一下 推一下 一步一步 我每一天都要做這個練習 我說我不行 我一定要走得回 因為 我問醫生 我說我有沒有機會走得回 他說 因為你那個是叫做 Incomplete Spinal Cord Injury 你只要有行心 你可以走得回 於是 我就每一天做運動 因為我們GF Strong 裡面有很多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 每一天都要叫我們出去做運動 他說 你寧願吃Tainanoc 你都要動 你千萬不要不動 因為你不動 你以後就真的不用動了 所以 我是很有信心 神 在那段時間 雖然我 不太相信他 那時候還是 但是 我不知道 什麼力量 可以令我 這麼有決心 就算 星期六日 醫生休息 我也自己在這裏走 在6個月 我竟然真的走得回 是我的字句 應看 著我主 各各他的故事 流淚汗 為我犧牲的救主 話語 仍是要 在這下 重贊主 是我的一主 愛著我 如長與降下的愛 豐富那麼多 讓我可分享這大愛 可算告主的火 是我的一主救贖我 重心加加上 謙出真愛 誰替代 願我的心愛著你 直到等你再來 就是因為你經歷過這麼 淋死的經歷 神在你憑死的邊緣救你 當然也是你自己的決心 憑著這個信心 真的靠著神 真的可以走得回 我知道你說你有一段經文 在這段時間 你很幫助到你 不如跟我們分享這段經文 好啊 這段經文就是 詩篇23篇 是我很喜歡的一篇 一篇大衛的詩 一至四節 是華露夜和華 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揭的水邊 他使我靈魂蘇醒 為自己的名 引導我走而路 我雖然行過死任休局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坐 就算我病痛 我都去了青草邊 不需要擔心 不要想見到身邊 流失一隻羊 我是其中一隻羊 所以我很感恩 我知道兩次這麼嚴重的病的經歷 你可以經歷到神出手救你 真的請救你 有神職的去救你 所以你深信這個神 是要用你傳揚 我知道你 剛才你說的 你職務 送給一齊等化療的病人 我知道你也有一盤很大的生意 你也說過你自己 因為做生意的人 脾氣暴躁 你因為做婚紗的關係 又跌倒了 你不如說說 所以你其實不怕面對別人 不怕跟陌生人說話 不如說說你這個背景 以致幫助你傳呼音 好的 我在香港出生的 我在香港讀完時裝設計 我就做了時裝設計師 1993年來到溫哥華 都做了一份工作 我以前經常飛來飛去 飛去紐約 到處去的 因為每一件事 發在哪間廠 我又會飛去 又會去做show 我來到溫哥華 很快又找到一份工作 是一個華人老闆 我找到那份工作 是時裝設計師 我做了這份工作 他打壓我的 因為我是新移民 在那時 他是欺負我們的新移民 他說我只能給你1,500元的工資 差不多30年前 1,500元是很少人工 很少人工 是underpay的 但因為你沒有local experience 沒有本地的經驗 你只是有紐約的經驗 是不足夠的 我說你如果說fashion 不是紐約好過這裡嗎 我做了幾個月 剛好我丈夫 那些同學 打算開辦一間學校 他說 你太太做設計 可不可以幫我們設計 一些校服 我說也好 所以我沒有做那份工作 所以我去做設計校服 那我設計校服 其實神好像鋪排了一條路給我走 那我要做校服 學生、家長來我買校服 那我又有一間店 那我就開始了我的行業 那我那間店 其實我爸爸在香港是做裁縫的 那我從小 其實我小時候 我爸爸有六個女兒 我只有我一個懂得車 那我看到我爸爸那麼辛苦 我很多時候都幫他 那我又很喜歡玩設計的 我們那時候鄉下很窮的 那些鄉村地方 我爸爸就給我很多布水 教我做這件做那件 這樣做 那我每逢暑假 我就好像一大袋衣服 好像聖誕老人 那些小孩子又很喜歡我 跟著我 那我帶那些衣服給他們 因為他們那時候很窮 沒有衣服穿 所以我從小開始就做衣服 來到這裡 那我當然要做好本行 那我就說 既然要開店買校服 那我做了 Custom Make 就是裁縫 那樣 跟人做改衣服 那我於是我就向著這個方向走 那有一天我老公 我結婚 我的婚紗是自己做的 那我老公說 你的廚窗也沒有東西 那我就掛了我的婚紗 在全窗 那我就說 那不知為何 真的有些新娘 就走進來 你們是不是做 Custom Make Wedding Gown 我說 是呀 那我開始 跟他們做Consultation 幫他們設計 那他們都很開心 那我一直這樣做 那我都很好玩 那於是 那我慢慢就送了一些校服 去學校 那學校就自己在那裏買校服 那我呢 就專攻在這個 Custom Make Custom Design 和 Wedding Gown 那所以呢 我其實呢 我認識了很多 就是不同 不同階層的人 因為就做改衣服 那Custom Make 我有很多那些專業人士 我就會跟他們開了一個 Wall Group 就是裏面設計 他們有些什麼在裏 我就跟他們再做配套 再設計 那他們就會很喜歡 那所以呢 就是我 我很感恩 因為他們每個都會寫一張 Thank you card 我連滿了整個場 都是他們 就是 婚紗結婚 他們又會把照片送給我 那樣 那我其實那時候 我真的是很忙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壓力大了 我覺得神呢 帶領我呢 你不要這麼辛苦 你放下吧 你來跟隨我吧 就是去呼喚我 人若賺得全世界 就是賠償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神去呼召你 我覺得Clara 今天在訪問你的過程裡 我覺得你能夠表達到你 對神那份追求 當然也是很難的 你開頭都是事業工作 很多人一般都是這樣 但當真的沒有了身體 去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去找神 而神又真的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拯救你 藉著你的經歷 你不如邀請一下我們身邊的聽眾 今天在訪問的人 他們怎樣可以去信耶穌呢 我很想在這個節目裡面 跟聽眾說 原來在你缺制的一刻開始 基督已經是跟你同在了 回想起 我缺制了之後 我完全完全離開了神 為何我會一直 原來神 一直沒有離棄過我 我覺得神 要呼喚我回到他身邊 他要我去 侍奉他 去見證他 所以我在這裡做他的見證 因為神 不會離棄任何一個信他的人 在約翰封音 十章十四至十五節 耶穌就告訴我們 我是一個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 羊也要認識他的 正如天父認識耶穌 為何他會來呢 是要為羊寫命的 你要承認你的罪 你要肯悔改 承認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 祂是不會離開你的 是只有你願不願意去接受祂的 因為神是愛世人的 祂是很愛我們的 在約翰封音三章十六節說到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順他的 不致滅亡 凡得永生 因為神猜了祂的兒子降世 不是來定人的罪 而是叫世人得救 很感恩 所以我這次的榮耀 是歸於我們的三一真神 謝謝Clara 我們深信神愛世人 祂叫祂的兒子來 不是要定我的罪 而是要救我們 正如祂救你一樣 很多的經歷去救你 而你今天是貼貼伏伏的 很相信神 繼續祝福你 透過你的見證 去為神找多些羊 我們說羊 就是信耶穌的人 跟隨耶穌的人 我也希望我聽眾 有一天你都能夠跟隨耶穌 謝謝Clara 謝謝 謝謝你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 或者想對信耶穌 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很歡迎你 打電話來跟我們聊聊 我們的電話是 416-788-3322 心靈進語 我是May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是由Sally 所寫的 憂慮 這幾年世界發生很多災難 有自然的 有人為的 最為人熟悉 是2019年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因為每個人都受到影響 此外 2月在土耳其南部接讓敘利亞省份 發生了7.8級地震 3月底 美國中部和南部遭受幾十場龍捲風襲擊 以及還未知識的俄烏戰爭等等 這些災難真是數字不盡 還會陸續有來 所造成的是人命傷亡 家園被毀、喪失自親 而世界經濟又陷於困局 難怪生活在這個動亂的世代裡 很多人受不住壓力 所產生的惶恐和憂慮 而引起一連串身體和精神健康的問題 例如高血壓、嚴重失眠、飲食失調、 焦慮、抑鬱、專注力不足、失去動力等等 其實無所不知的神早已告訴我們 世界將會變成怎樣 由種種跡象看見聖經預言已經仍然 在《馬太福音》24章6至8節這樣說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末有道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而愛我們的神不只是講明末世災難 祂還用真理來安慰我們 在《馬太福音》6章25至27節這樣說 所以我告訴你們 神完全知道我們最深切的需要 我們又用什麼去憂慮呢? 所以我們應該先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 意思就是把神國的事成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了解神的心意並且努力實行出來 那上帝必然會照顧和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天如何我們不知道 終然一切計劃安排妥當 但世事難料 那又何必將今天的快樂被憂慮帶走呢? 憂慮不會帶給我們一些好處 相反 祂只會讓我們的思想 停留在困擾的事情上 而忽略了神、忘記了神 這是魔鬼的詭計 祂最希望我們與神的關係疏離 如果我們只是把眼目放在問題的本身 而不放在神那裡 不信祂真實的愛和大能會看顧我們 憂慮就會蠶食我們的生命 今天就將你的憂慮射給神 藉著祷告向祂掃說你的苦處 神是信實的 縱然面對最惡劣的環境 祂能夠賜給你一火平靜安穩的心 哲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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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文 年年月月月度過 兵風雪凌唐河 若望從神以來幫助 求能沒去掛念 將所要鼓授天賦 他的愛決 正願任我生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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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